改めまして 皆さん新年明けまして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年2020年は 何時期か知っていますか? 編集明朝日 そう 秋秋 でも待ってくださいよ 私はネズミなんかじゃねえぞ 私はウサギだよ おや?ウサギ 你要演喔 你要演 那再一次再一次 改めまして 皆さん新年明けまして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年2020年は 超ネズミ年 私の年だ アハハ で、ネズミちゃうわ ネズミちゃうわ ウサギだわ はぁ アハ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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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呢 也是有講 蛇二生肖的 所以今年呢 是跟大家一樣 是鼠年 叫ネズミ トシ 雖然跟我們的路里長沒有關係啦 但是我們的路里長其實很常被說很像老鼠 因為顏色的關係 它是兔子 今天呢Ryu跟Yuma要帶大家去體驗我們一個小日常 大家還記得上次我們有去高級百貨公司嗎 帶大家去高級百貨公司的 Depad Chika 就是Depad Chika 1階 地下一樓那裡有 就是賣一些伙伴啊 還有一些吃的嘛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吃了一餐 那我們今天呢要到一個百貨公司 它裡面的超市 那個超市呢它很特別 它有放桌子出來給你 然後呢它賣這個小菜 就是賣這個小菜的地方呢是 有一點像我們的快餐店 可以自己夾然後趁重量 然後可以現場坐下來在那裡吃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呢Ryu跟Yuma要把這個超市 賣菜的超市當快餐店 來吃一餐 想說要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這個小生活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到了 伊勇百貨 四樓五樓跟屋頂都滿了耶 好可怕喔 有了 好舒服喔 剛好我們停的這個位置呢 只是已有超市 它GoPro會一閃一閃的耶 這小上車太貴了吧 ULED的五段電數 六萬八千八百 它應該是可以飛的 應該是可以飛的 應該是可以飛的 你知道嗎 新年就會這樣子 很多人都會來這裡買這個 出賣 它就是新年大景假 那我們要去的目標呢 其實就是這個超市的最裡頭 那裡面 怎麼會有台灣的旅客 這不是只有住在日本才會來的超市嗎 這間是鄉下的 對啊 不是東京的喔 是鄉下的 目的地是到了 可是感覺沒有位置坐耶 天啊 The Table The Table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這是桌子 謝謝你告訴我們 The Table 對啊好多人喔 我們先去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吧 對這裡呢 我們日文是叫 對就是 賣這種 小菜的地方 然後它這家就很特別 它這家就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點像快餐 就自助餐式的 那種讓你拿 就這裡 你看 然後呢 100克呢 170日幣均衣 含稅是183.60日幣 SELF的 是這樣子 你看 是不是有點像快餐店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呢 很常去這種快餐店吃 所以我看到這一家 它的賣法呢 讓我有點懷念 我們要上來這裡吃的 對 很多菜喔 什麼都有 刷給大家看一下 哇 你看這個沙拉 感覺很厲害 雞蛋超大顆的 有沒有 這個是蔬菜類的 Yuma她平時吃的 這一次沒有當快餐來賣 她已經把你裝好了 欸這樣子很便宜耶 才200多塊就可以吃這麼多了喔 嗯 而且可以順便吃 菜 炸雞啊 什麼都有 所以是只有鄉下才吃得到的嗎 鄉下煮就各種蔬菜啊 欸那個煉空啊 哇 エビチリ 番茄蝦子 跟那個雞蛋 它的容器呢 有幾種啦 看你們自己要怎麼拿 可以拿小的 也可以拿這種 像快餐 吃快餐的時候 有四個的 所以我們就拿這個吧 你要雞蛋嗎 雞胸肉跟豆腐的沙拉 裡面還有小瓜瓜 海帶 這個你只要把你的 你拿東西放在這裡呢 它就會自動的 把你算多重 468克 然後100克是170日幣 所以呢是749 按發行 它就會有這個 那邊的貼紙 哇 在這個超市市東西 我覺得最好處呢 就是它的其他的食品都很便宜 像是飲料嘛 我們在自動販賣機 至少都是100日元以上 100日幣以上 你看這裡的飲料 78塊就有了 含睡84 不好意思 一閃一閃 你看他們的自家可樂 才30日幣 到底能不能喝呢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好 現在呢 612拿去微波 跟兩個手掌一樣大的便當的話呢 要23秒按2號就可以了 我們應該是2號就可以了吧 Yuma的後面這裡呢 其實有咖啡可以買一杯 大概是100日幣的 因為我買了可樂 所以咖啡我們就不喝了 真的很齊全耶 那 在吃之前呢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正常的便當 大概是多少價位 對 那一樣呢 這裡到晚上呢 便當都會可能半價 現在是沒有半價的 但是呢 也是有一些會是這樣子 10%減價的啊什麼的 其實蠻便宜的耶 這樣便當一喝應該可以吃到飽吧 也不會貴 像是真的你看很厲害的 感覺很厲害的牛肉便當 感覺很厲害的牛肉便當呢 也才500 就是含稅是645塊嘛 哇這好厲害喔 牛蛇便當耶 598 太厲害了吧 哇這個很厲害啊 500多很便宜啊 對 大家如果想要更便宜的話呢 可以等到晚上 那就是等這些東西賣不出去嘛 晚上就會可能變半價 你們可以來搶 哇這好厲害喔 欸 這個 好多牡蠣喔 這牡蠣滿滿的才498耶 先吃一下炸雞好了 嗯 有蒜頭的香味 好吃 嗯 會想要 一起吃白飯 對我們也有飯耶 欸我剛剛看到那個牡蠣飯 你要嗎 一起吃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牡蠣飯的飯上面跟飯一起吃 你要嗎 要的話我先去買 嗯 最近是他的 X2 車沾 你看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有破壞力 它的量 真的炸一下 很棒喔 嗚嗚 不错 它当然不是酸的吧 它里面的口感有点跟比较吃的 看起来不一样的 它不会滑滑的 有点像在吃那种什么干类的 真的Yuma真的就是海鲜味很重 就是你喝到海水的感觉 是好的是好的是好的 可是它的饭的这个酱是甜的 所以呢很柔和 对对对对对 它的酱应该是甜酱 三十几块的可乐 我觉得一定很不好喝 我们先准备一个可以吐的东西放在这里 一定是不好喝啊 怎么可能它会赢给正常的可乐呢 嗯 的话 有点蜂蜜 嫌疑 冰障的 吃你放的耶 不用吐出來了 它的氣很多的感覺 氣很多 好便宜喔 好吃 新鮮嗎? 有點像你是在河邊 有那個魚池嘛 就是那個鯉魚的嘛 然後你這樣子假裝丟東西給他們 他們會這樣 我剛剛就是那種感覺耶 玩老公好好玩喔 2020的我的目標就是玩老公 你要怎麼玩都可以喔 還是不要啦 好回到車上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 把超市當快餐店吃 我覺得這種自助餐式的 這種東西的話 如果你有一個想要吃某個東西 這樣的情況的話很方便 可是其實在這種地方買東西呢 會不小心拿太多 然後會花很多錢 其實還是貴 所以如果大家節省的話 你們可能只拿一樣菜 然後拿白飯 剛剛我們沒有拍到白飯嘛 其實也是有白飯可以拿 大家會節省的話當然可以這樣用 可是我們還是很貪心 每次來到這裡就會難很多 然後這樣吃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如果大家來日本玩的時候呢 有到這個超市裡面去買東西的話 當然便當其實也已經夠便宜了 像你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模擬的便當500多塊嘛 其他有很多便當都是500塊起跳的 都會比你們在外面吃東西還要節省 對因為一餐應該不只1000塊吧 如果你要還要叫飲料的話 好 希望這個影片呢 能夠給大家帶來一個非常不錯的資訊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的話呢 幫我們點個讚然後分享影片 我們下期再見 Bye Bye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拜託的加訂閱我們RyuTV 按這裡按這裡 然後下面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然後下面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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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